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國寶是日本文化廳依文化財保護法進行規範的有形文化財 意思是有極高歷史或藝術價值的物質性文化財產 我們這部影片將會介紹日本國寶建造物 根據文化廳的網站 2021年3月為止,全日本總共有228個國寶建築 有時候一個寺廟會有好幾個,比方說東大寺有8個 其他知名的國寶比方說,紀錄城的天守 大阪的駐籍大社本店 群馬的富剛仿殺場 京都清水寺的本堂等等 這些國寶通常也是知名的旅遊景點 甚至有些是世界遺產 很適合喜歡歷史文化的觀光客參觀 那我們這部影片就來介紹這些國寶建築給大家吧 國寶松本城黑白相間的設計 與護城河的倒影是松本城的最大特色 白天晚上都很有美感 國寶就開製學校是明治維新期間最早創意的現在小學之一 代表日本現代教育的黎明 有深刻的文化意義 松本城位於長野縣的松本市 距離新宿約兩個半小時 是一個人口約有20萬人 好山好水的都市 松本城跟舊開製學校 離松本城岸走路約20-15分鐘左右 這兩個國寶就在隔壁 所以可以一起安排進行程中 松本城又被稱為烏城 始於約五百年前戰國時代 永正年間建造的森志城 1590年 封城秀吉將德川家移封到關東 松本一地則改封石川蜀鎮 而後興建天守、城郭和城下丁 而有了現在松本城的規模 隨後松本城一主多次 在經歷了二十三個城主的統治之下 直到西元1871年 明治時代實施廢凡自憲令 松本城也被廢掉 在1872年 由日本長野縣議員四川亮造 買下之後也避免遭受解體分售的危機 松本城最知名的建築天守閣 是日本現存五重六階天守閣中最古老的 建立於距今約三到四百年前 天守群總共五個建築於西元1592年被指定為國寶 除了從外面看這些建築以外 也可以進到天守閣裡面參觀 天守閣總共分為六層樓 建築方式為層塔形 就是由巷至上 逐漸變窄的樓層 每一層都有一些歷史文物 比方說假咒以及槍炮等等的 最頂層樓可以由上往下觀看護城河 松本市 以及遠方的北阿爾卑士山脈 星曠神怡 另外津吉米雅倉 是鮑勃最喜歡的地方 是古代時候又有一個觀賞月亮的地方 可惜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這一上月 雖然晚上的時候沒辦法進到天守內部 但松本城夜晚有一部分開放 可以近距離觀賞夜晚打光的天守 在春天櫻花開放的時候 還可以夜晚進到本王玉電機 賞夜鷹 距離松本城公園走路約10分鐘 可以抵達舊開智學校 於令和元年9月30日 正式指定為國寶 明治5年9月4日 明治政府頒布學制 在全國各地新辦習史教育 舊開智學校校設 始於明治9年4月22日 落成啟用 建築外觀彩合氧混合 由日本建築師 歷史青蟲所設計 就當時而言是屬於 非常具有規模的學校 被稱為廣大華麗 地方無比 建築內部存放了不少當時使用的課本 等等的文物以及照片 也有重現當初教室的模樣 大概可以體會這100多年來日本教育的變化 松本不是很大的城市 但很多景點跟咖啡店、餐廳可以拜訪 這裡鮑勃介紹一家餐廳跟一家咖啡店 讓大家更喜歡松本吧 OKINA DO 為陽尺百名店 於西元1933年創業 已經將近90個年頭 店內非常具有昭和風味 提供的餐點種類還滿多的 鮑勃點的BORUGA RICE 是蛋包飯、炸雞排 以及鄉亞飯的組合 價格為1500塊日比 價格合理而且好吃 甜點布丁的擺盤也非常可愛 咖啡美學阿伯 是一家1957年開業的吃茶店 是松本吃茶文化的先鋒 為家族經營 現在已經傳承到的二代目及三代目 店內狀況十分有懷舊感 蛋糕跟飲料種類非常多 這家咖啡店就開在車站的附近 如果距離開松本還有點時間 不妨來咖啡美學阿伯 喝杯咖啡 吃個甜點 好好享受在松本的最後一小時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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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